快速的插入空白列 跟刪除空白列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剛剛講過 記得要反向 如果你是正向的回圈的話 那變成說你將來 順序會亂掉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我是建議用反向回圈 那這個反向回圈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一個方法 因為我後來發現反向是最簡單的 一勞永逸 因為程式如果不用反向的話 程式真的很難寫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可以 把這件事情做到 首先的話第一個我們一樣 先在那個 底下這個程式 然後插入空白列 Enter一下 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的話我就按一個TAB鍵 當然我可以從 第三十三 先插入一個空白列 一直插入列 插入到應該是哪一列呢 第三列吧 再來第二列不用 第二列如果插入的話 變成上 它的原則是這樣 插入列的話 它就變一個錯了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33到3 所以我們基本上 就寫一個回圈序 4i 等於 第三十三 到 第三列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 這個i 後面的數字呢 假如 前面大後面小的話 記得 空格 打一個STEP 空一格 -1 也就是說呢 我的那個階層 不是越來越多 預設是STEP1 那如果你是STEP1的話 可以省略掉 但是如果你是STEP-1的話 不能省略 而且你一定要自己打 所以這邊一定要多一個STEP-1 好像之前有同學有問到有關那個反向回圈的部分 那這個反向回圈用到的機會其實還蠻大的 蠻多地方其實回圈不見得一定要越來越多 有的時候是越來越少 那你可能要反向 nonex 4nonex 再來的話呢 套用一個物件叫RAW 加S RAWs 那RAWs後面的話呢 你跟他講說哪一列 那哪一列的話 基本上 第i列 那也就是說第三列 一直到第三第三列先插入 所以插入一列的話 就點什麼 點Insert Insert Insert的話呢 基本上當然 就插入一列 那當然如果你這個單字不會拼的話 你其實可以看鍵盤上面有Insert Insert有個按鍵 在中間的地方 也是 就是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把那個 這個插入列的部分把它完成了 那當然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執行看看 不過我建議啦 如果你執行回圈 其實我剛剛講 有一個比較危險 就是說 你一執行發生錯誤怎麼辦 停不下來 所以有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有的時候習慣用什麼 足行 就按F8 讓它慢慢跑跑看 尤其像這種快速一執行 全部都跑完 這種其實細節沒辦法看到的話 那我建議你乾脆游標放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不要按這個 這個是全部執行 你可以按F8 F8 對 它會一行一行之行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i的值33 然後呢 變成說 33列 意思是說 這33列的地方 Insert就插入一列 插入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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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發現這個i的值 它變成32 有沒有 -1嘛 step-1 OK 那就32列的地方 幫我插入一個空白列 OK 你會發現32列的地方 就插入一列了 那一直在一推 那假如說你底下都OK的話 就全部執行 你會發現它就一個一個的幫你插入空白列了 好 但是會有個問題啦 就是按鈕 我們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按鈕部分 假如不要讓它變形的話 可能要設定一下 如果你不設定的話 會變形 這個設定方法 我們前面有講過 再來的話呢 要把這個列給刪掉的話 那怎麼把它刪掉呢 那當然第一個 你要分析 那怎麼分析 你會發現呢 要刪除的列 好像是從63吧 然後呢 間隔 你不能62 所以喔 特別注意是step-2 不是-1 再來是61 再來是59 一起了一推 到哪裡呢 一樣到3 所以喔 你這個回圈的話 寫的方法 可能要特別講 63 所以 再來就是 我們再寫一個所謂的 刪除空白列 因為我們 如果要把那個 剛剛的空白列給 再刪除掉的話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再增加一個 叫做 刪除空白列 好 一樣喔 在這邊enter一下 然後一個sub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再按個 或者是其實有時候偷懶一下 你其實可以拿這個 這個來做修改 那也ok啦 有時候其實是喔 拿個範本來改 只是說不要改錯 就是這個 這個可能要特別顯示 那63到3 step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不能是-1 一定要是-2 因為它中間 是跳兩格喔 如果你跳 一個的話 變成它全部幫你刪 連那個裡面有資料 全部刪掉 那不對喔 那請你把那個 insert改成delete delete 那如果delete 不會拼的話 其實鍵盤上好像有delete鍵 名稱一模一樣的 ok 那一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按RF8 先怎麼樣 先 游標移動到I上面 63 63列刪掉喔 63列刪掉 ok 然後再來nest 那因為是step-2 所以是61 63變61 ok 然後61列刪掉 ok看一下 好刪掉了 那一次類推 如果ok了 沒問題 那就全部執行 看一下 它又恢復正常了 這個要特別小心喔 如果你假設沒做對的話 怕會刪到 不應該刪的 那就麻煩了 另外的話這個如果不要變形 還記得吧 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兩個按鈕 先按右鍵 再按Ctrl鍵 再按左鍵 去選下一個這個 把這兩個一起選起來 然後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它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摘要資訊 大小位置不隨儲存格改變 按確定就好了 另外甚至我可以怎麼 把這兩個按鈕 先複製一下吧 因為我需要一個是插入空白列 一個是刪除空白列 把這兩個拿來複製 複製完之後按右鍵 再重新指定一下 這個是插入空白列 再拿來改 然後為什麼要這樣改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用貼的話 按鈕會一樣大 但是如果你重新再插入一個按鈕的話 那按鈕會不同大小 所以比較 像我自己習慣是直接複製貼 這樣的話好處就是 你不用再重新管說 這個按鈕是不是一樣大的問題 好 那我們就可以插入空白列 OK 它就一個一個看一下 沒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刪除空白列 OK 這樣沒問題 只是說它如果要跟這個上面的搭配 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如果你假設 格式化日期 如果你是插入空白列 在格式化日期 好像就不OK 所以這個變成說 你可能裡面還是要再多寫一些其他的判斷 有點像我們前面講的那個防呆的機制 可以達到快速的插入空白列 跟刪除空白列 那最重要的部分的話 記得就是那個反向回圈 就是這邊也給它step-1 那前面的話一定是數字大到數字小 那這個是step-2 另外當然呢 前面好像就是做完這個插入空白列OK之後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個列的高度好像太小了 我可不可以讓它高一點 其實當然可以啦 我這邊就是在那個雲端上面 其實也有在補充就是說 如果你要再把列高 再把它增高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可以在這邊呢 就是呼叫一個屬性叫做裂高 裂高 比如說裂高要50好了 50是多少 其實基本上就大概 比如說裂高要多少呢 這樣裂高 50 50大概就是這麼高 60幾像素喔 比如說50大概這麼高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插入完之後 多增加一個屬性設定 什麼屬性設定呢 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Row 這個Rows.Row High 等於50 也就是說插入完之後 再讓這一列的列高呢 做一個調整 OK 就是多增加一個叫Row High Row High是一個屬性 屬性的話就是設定它的這個列要多高 就50 不是50像素 它有個固定自己本身的 這個要點 內建的一個單位 50 那我們先把它刪除 刪除列 OK 然後如果要插入列之後 設定列高為50的話 那它這邊插入列 這邊就50 這個就50 OK 50 那當然這個不影響說 你刪除列或插入列 其他 甚至還有同學說 可不可以一次插入兩列 可以啦 至於怎麼做 其實自己可以查查看 另外最後甚至可以再套用說 我們前面講過那個框線 做完之後再加框線 那可以達到就是很多的那個 像爆表的自動化 這格式自動化 就這邊你不需要說 特別去做相關的設定 當然甚至你要做那個什麼 像同學問到有關那個版面配置部分 其實版面配置這邊也有啦 這邊有相關的 只是說版面配置的相關設定的話 相對又複雜性又比較高 但如果你不知道說 它的屬性跟方法怎麼設定 有時候其實你可以透過 錄製聚集 它會給你一些提示 或者錄製聚集完之後 有些相關說明 按F1 其實在官方的說明文件 其實裡面也有啦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有關就是 那個 這個列高部分的調整 那再來的話 待會我們也許講一下 有關那個 補充一下就是說 如何把那個Word裡面的表格 把它直接轉移到Excel 這個問題好像不只一個同學問 好像蠻多同學問這個問題 可能大家都有這個需求吧 其實喔 最最重要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 調用一個 叫做Word的Application 那什麼叫Word的Application 實際上呢 就是 Word的這個 把Word的程式 當成是一個物件 呼叫到哪裡呢 呼叫到Excel裡面 那它可以拿來做什麼 可以開啟這個檔案 可以開啟這個檔案裡面的文件 裡面的表格 裡面的儲存格 把儲存格 調過來之後的話 最後記得再把它關掉 那就完成了 其實當然 我這邊只是簡單 一個範本 當然未來你可以延伸很多啦 只是說複雜度 我想這個 可以做得非常複雜 好處就是說 說將來喔 你如果 比如說你有大量的 Word的表格 需要快速的 會整到Excel 其實大概就是 從這邊可以延伸 甚至一個Word裡面 有很多表格 也可以從這邊延伸 好有沒有 Table1 就第一個Table Table2 就Table 第二個Table 如果那個Word裡面 有很多表格的話 其實也同樣 可以類似的方法來做 至於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 插入空白裂 跟刪除空白裂部分 試試看喔 好嗎